然後分別找到那個Label 點它之後把它畫出來 畫出來一個對不對 那我的習慣是這樣 因為它比較有時候不受控制會亂跑 所以我的習慣是這樣 我先做一個之後 把它往下拖拉 那往下拖拉的時候 你可以按下Ctrl鍵 Ctrl鍵按住之後放開有沒有 它就是又多一個 Ctrl鍵放開又多一個 然後我要五個的話 那我就直接往下 那那個距離 你就盡量拉準一點 因為它當然還可以再微調 不過盡量你就把它拖拉出來 這樣就五個Label出現之後 那接下來 如果你覺得 比如說有時候Y7扭8 可能你們等一下試試看 可能會有這樣的狀況 YY的有沒有 Y7扭8 然後大小有的大 有的小 那如果說你今天呢 希望怎麼樣呢 把它一次全部都變成一樣的大小 然後呢把它變成什麼 一樣的那個對齊的話 其實有一個訣竅 就是說呢 你可以把這個範圍這五個 這個Label把它選起來 那選起來的時候 各位有沒有發現 一定會有這個一個是白的 其他都黑的 這個訣竅我想很多書裡面也不會講 也是有VBA裡面 書裡面好像也沒有講到這樣 那因為這個是我設計VBA的時候的使用心得 那這邊的話就是說呢 第一個是白的 表示它是主要的 以它為什麼 為主 那大家的話呢 大小的話 要跟它一樣呢 你就按先選它 白色的你按右鍵 這邊呢 就有個所謂的對齊有沒有 那對齊呢 你可以呢 對齊主控的那個像 主控的像就是白色那個 那是什麼呢 左圓 那你會慢慢點下去 所有的有沒有 所有的底下的這四個 都會有沒有 對齊跟它一樣 在右鍵的時候呢 各位可以調整大小 你可以怎麼樣 如果你要調整到跟上面一樣大小的話 你可以怎麼樣呢 完全相同 那這樣的話呢 底下這四個 會對齊 而且大小 都會跟上面一樣 這個技巧的話呢 我想各位一定要先把它這個學會 不然的話 將來Y708看起來表單就醜醜的 OK 那第一個的話 我已經把這上面這幾個 先分別放上去